Hi 大家好 我是威士尼 这边我要为大家介绍 ASP.NET Call MVC HTML Random Partial 部分检视页面的辅助标签 好那在MVC 里面 我们可以在View 检视页面中 我们使用 HTML Random Partial 这个部分检视页面的辅助标签的方法 那他可以把一些我们多个页面呢 大家会共用到的相关的程式模组 或者是检视页的内容 那我们可以 把它独立起来 存放到另外一个检视页的相关文件里面 那最后呢我们再透过引入的方式呢 就可以来实现 我们的相关的程序的模组化 还有我们也可以针对我们程式码呢 做重复利用 这样一个功能 好那接下来看一下相关的范例 首先可以看到在画面这边呢 那这个网页是一个主要的这个View 检视页面 那他本身中间的这一块检索部分 页面的内容呢 就是我们使用Random Partial的部分解释页面的方式呢 去把它潜入到我们这个页面上面来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做操作 那我们目前所在页面是HomeController的Index动作方法 这个页面 那假如说呢 我们今天我们可以移转到另外一个页面 好假如我们现在到My Page这个页面可以发现 我们其实在My Page页面 它也会用到中间的这一块检索部分页面 这一个Random Partial就是部分解释页 那我们基本上这一块检索的部分页面呢 我们不需要重复的去散写 我们只需要把它独立成另外一个检视页面 然后我们不管是在这个My Page 还是说在我们的Index 这两个检视页呢 我们其实直接就可以把它潜入来使用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避免这一个检索部分页面这一块的不管是这个检视的HTML 或者是说它的一个相关的这个程式码部分 我们都可以减少重复再去散写 因为不需要说每一个 不管是在My Page页面还是在Index页面的 这样一个页面都必须要重复去写一样的这个程式码 我们基本上呢 只要把这个检索部分页面这一块的程式码的内容 我们把它独立出来 然后呢使用迁入的方式 我们这边直接迁入我们的这个 这个部分检视页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一直来使用这一个检索 部分检视页的这个内容 好那这样的方式呢 就是我们用这个Random Partial的方式 就是我们来迁入我们的这个部分检视页 将来达成的 好那接下来看一下相关的程式码部分 我们开启VGIS流编辑器 让我们看到这一次要操作的这个Index也是因为说明档 让大家稍微看一下相关的这个说明 好那我们接下来直接往下看 首先可以看到呢 我们在这个Index的这个 文件呢 我们在这个Body段落这边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边有使用HTML Random Partial 这样一个方法 那我们来迁入我们的这个部分检视的这个页面 那这个部分检视页面呢 我们这边是使用的是这个Search 那这个Search的话其实就对照到我们的 可以看到我们View 资料夹下面的Home的资料夹 下面一个叫Search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部分检视页里面 会做哪些事情 好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呢 它的View 检视页面这边我们有放置了一个 这个Input 那这是一个文字输入框 因为Type是Test 那这个文字输入框 再搭配这个检索的Button按钮 然后上面有一个这个检索部分页面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块的部分 所以这一块部分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Search的这个部分检视页呢 然后所产生出来资料 大家可以看到呢 我们在这边Search 基本上它的检视页 跟我们这边其他的检视页 格式基本上都大同小异 那为什么它会被格成所谓的部分检视呢 基本上如果是部分检视页的话 通常它没有它相对应的 这个A型动作方法 OK所以我们等一下到HomeCon桌里面看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你会找不到有这个Search的A型动作方法 但是它一样一样是可以操作的 好那我们先稍微了解一下 你可以发现我们不管是在Index这个页面 或者是我们在MyPage这个页面 他们大家都会共同使用到这一个 就是Random Partial 这个部分检视的这个Search这个页面 OK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呢 我们只要加这一段 我们就可以来重复应用 使用这一个Search页面里面的内容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HomeControl 会做什么事情 好我们打开HomeControl了 好在HomeControl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在Index这里 这个A型动作方法就是刚才对照到这个 那你可以发现Index跟我们的MyPage 这两个都是主要的Mew的页面 然后Search这个是被迁入的这个部分解释 页面好那在我们Index这个主要的页面 你可以发现我们在这边其实有设定 我们的这个ViewData的内容值 所以我们在这边有一个ViewData抬头 那这个的话呢 他我们设定的这一个内容值 那你可以发现我们刚才不管是在切换Index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在Index的时候呢 这边会产生出这一个SearchIndex Page 那假如说如果是在MyPage的这个主板解释页面的话呢 他这边会产生出MyPage 那也就是在我们在这边所设置的 那在这里设置的ViewData 他会其实基本上呢 我们其实就是在帮我们的这个Search 可以看到这个Search页面这边其实有一个ViewData 然后Title的这一个 我们的这个检视之道字典 那所以大家第二个疑问就是 我们这个Search他的这个A型旅道动作方法 那那些程式码他写在什么地方 基本上呢 在部分检视里面呢 他就是只有一个检视页面 那你要做的其他的那些A型旅道 A型的那个动作方法 相关这些程式码动作 我们都是写在我们要被呼叫他的这一个来源端 所以说我们当初是Index 他要去引入这一个Search的话 那所以说你在Index这边所写的相关的这个A型的动作方法 基本上都是可以套用 就是可以套用到我们目前的这个检视页面这边 上面来 所以可以看到我在这边 是把我们的这一段文字呢 指派给这个ViewData OK 那这个ViewData呢 他却作用到我们的这个部分检视页面 这边的这个ViewData上面去 好那相信这个大家应该看了可以了解 好那其他他其实没有做其他的事情 他只是单纯去把页面的内容呢 直接把它显示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Index呢 就会只显示他的一个相关的这个内容 但是你可以发现我们在这边 其实没有设置任何的ViewData 的那个显示资料支点 相关要把它显示出来的 这程式码动作 他有显示出来程式码动作 这其实是在这个Search的这边 这一个去做显示的 好那这个关系大家应该可以很了解 好那我们再看下面这个跟My Page 基本上做的事情跟这个Index事情是一样的 只是说他在这边的ViewData的抬头 他的这个内容是 一个是My Page 那上面这个是Index Page 就在这边不同的差一点而已 但是你可以发现呢 我们在这边所设定的都是 设定这一个 所以这个ViewData的抬头 就是一样回到我们这一个 这个Search里面的这个ViewData抬头 这边显示 好那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针对刚才的这个 说的一些说明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好那所以我们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了解 我们不管是在Index这边 我们使用HTML Random Partial 然后呢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My Page呢 这边也可以使用HTMLRandom Partial 这样的一个页面 部分 检视页面的这个辅助方法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将我们的这个部分 检视页面内容了 直接把它牵到我们这个 主板的这个页面上面来 直接做那个使用 好那相信这样的一个操作呢 大家应该可以去理解 好那其他的话呢 应该没有要说明的部分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针对 ASB.NET CodeMVC HTML Random Partial部分 解释页面 辅助标签做个介绍 那我是WC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